橘子好吃吗 好吃 没什么好吃 要了我吃奶了 不是奶了 我们现在呢在上海 我们来上海多长时间了 I want to see the way 两周了吧 十天吧 然后我们现在住在宝妹写真馆 然后以后给你看一下 我要有机器先架在那里 上期节目没有看的同学可以回去看一眼 那个是一个宝妹的欢送视频 还挺热闹一个视频 这期呢我们讲讲我们在上海来 第一个礼拜做了些什么事 我们做了一个工作坊 其实我是不太相信开一个摄影课 能真的教人怎么拍照片的 因为两三天的时间这种时间太短了 你想拍好一个照片 你就是想像那种摄影师一样拍照片 你需要的是一种 一种审美吧 还有一种随着时间增长 你形成的一种视觉习惯 这种东西不可能在一两天两三天之内交给你 那些拍出来好照片的艺术家 他们拍的内容可能是他们的一种生活 如果说一个工作坊交给你该怎么拍照片了 你没有那种艺术家的生活 你也是不会拍出来那种照片的 但是我们还是开了一个工作坊 然后这次我们邀请到了戴剑勇 戴剑勇很厉害了 我们想让大家看到一个艺术家在他创作的时候 是怎么样一种状态 然后我们其实也不太像上课 就是在就是边拍边玩 晚上还一起去马路旁边喝茶 然后还跳舞之类的 就让人通过就这种艺术家的生活方式去了解到 人是怎么样把这个照片创作出来的 戴剑勇十一座非常有激情的摄影师 他的作品珠凤娟刚刚在飞的场展触过 现在即将同价连周风一旦 在十一月份我们和戴剑勇好多人去工作坊 我们一起去拍照 互相点赴照片 一起去喝茶看演出 一起去睡觉 一些是在这种拍的照片 工作坊已经结束四五天的时间了 学员们陆陆续续就把那天拍的照片发了回来 让我特别高兴的是 我没想到学员拍的照片真的都特别好 什么样的照片是好照片呢 这种话题就是太大了 我也说不出来 但是我能把就这照片里 哪些地方吸引到我了 我觉得他哪精彩了 把这个东西说出来 就是希望大家三连点赞 然后我就亲毕生所学告诉你们 一定要三连点赞 ok这个照片是鸽子拍的 大家先看一下他的照片 现在好像是用闪光灯 然后还有长焦去闪一些具体的物体 是一种流行趋势怎么着 这样的拍摄有点意思的是 它可以让你拍摄的小物体 就很从现实里抽离出来 然后闪光灯下去观察 这些物体和你日常就是日眼 或者在平常在外头走看的是不一样的 因为它就有点营造了一个小的戏剧这种效果 然后因为灯打在上面 它会形成一些很奇怪的这种 比如说高光的反光 还有一些小的阴影 小的阴影把这些物体勾了一个小边 这是很有趣的 就是一张好照片 它不一定说是我要交代了一个故事 我要记录了 我要报道 当然是那是新闻的范畴了 那是其他一个话题 咱们单说照片 照片它完全可以就是视觉上吸引你的 你喜欢它的形状 或者说是你喜欢这个照片的氛围 或者说你喜欢这个照片的颜色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鸽子照片就属于这样的照片 你的照片里头元素越少越好 你只要能把你通过照片 相反应的事情 交代清楚就可以了 我觉得鸽子照片就还挺好的 因为它的主体很明确 一张照片就说一件事 或展现一个主体 这样观众在看它的时候 也不会觉得太累 好多小伙伴们上街 比如说扫街 觉得前面的人也精彩 后面的人也精彩 房间是那些楼房是黑白的 然后整个地方有主动 比如说夕阳 或者阴影 阳光 好像是很精彩 但是 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挺老的一种想法了 这种想法可能 在快一百年前就已经过时了 就是 就在我看来就有点乱 就是我一直觉得乱 而且鸽子的照片主体很明确 但是它并不缺乏一些细节 比如说这个青椒 它这个青椒不是摆在一个地面上 摆在一个路边的那种 绿色景观上 然后还有一个兜子 就很好玩 还有这个摆盒 它旁边还有好多杜雷丝 就在一个很很很 很鸡脚嘎啦的地方 然后这些细节其实也非常吸引我 然后像这张青椒皮 就 我觉得这样拍摄它有一点有意思的是 它 不再是去 就它和画画的这种界线 就有点模糊了 因为 我不知道有多少是易考生 易考生小伙伴可以屏幕上刷一波一 如果你们当时在学画画的时候 肯定会去教你们构图 就是你要想 你比如说你画了一个平盆罐罐 或者水果 那些空的地方 你应该铺什么样的颜色 你应该怎么去画它 然后你就想 这张香蕉皮的画面 它在空的地方铺了些什么 我觉得用这样的想法去想它 这张照片就变得有意思了 就不是你拿相机上街去扫街之类的 这样去看相片 而是 就是你从整个画面的角度去想这张照片 好 然后这个是 垂丽丝拍照片 我把照片今天放出来 大家看一遍 然后 垂丽丝拍的照片很有特点 他拍的照片 这几张照片 其实构图还都挺 挺规矩的 就没有那些稀奇古怪的构图 然后垂丽丝拍照片 他抓的这些细节 我觉得都很准 比如说第一张照片 他只拍了我肚脐眼 还有裤裆的一个部分 然后这张照片里面有我的一个 我不太喜欢的纹身 然后还有一些红色的这些痕迹 还有一些毛发 第二张照片也是一个局部 有我的另一个纹身叫乌鸦 然后还有我的项链 我说就是Trius抓的细节都很准 比如说一个法医去鉴定死者是谁 然后这个死者他的头没有了 然后他能通过什么去鉴定呢 其实纹身就可以 就可以看出来这个人是谁 然后Trius这两张照片 就抓的非常准 就是从能从一个细节去侧面的看出来 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就说他的纹身了是吗 就这样不行吗 这就大家看我们说话的时候 同意我们说的话的 请打一波一 不同意的就打一波二 而且你可以一 at 谁 二 at 谁 OK好继续点评吧 我真的觉得Trius细节抓的很准 然后还有这张Cicely的照片 然后Cicely除了他穿衣服和他的长相 我觉得最大的特点就是他耳洞 特别多耳环特别好看 然后他用手去整理耳环的这张照片 就被Trius抓住了 我觉得就是 确实是能够通过这个细节 就看出来Cicely这个人 记得一和二啊 好这就是这一期相约了 然后还有一些照片的点评 我们没有放在节目里 下一期节目我们会讲一下第二期照片书 哎这样吧 想听照片书的朋友请扣一 想请我们继续点评照片的朋友请扣二 想两个都听的朋友请双击666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